大家上午好 我是方姐 欢迎您来到我的中德婚姻生活频道 今天起来稍微早一点 因为我今天想去黑山这个国家 叫科托尔这个城市 它早上有卖鱼的 所以我打算去看一看 对吧 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吃海鲜 来到海鲜的城市 肯定就是抓住这个机会了 因为在德国的话 海鲜第一个它不是很多 还有一个它也不是很新鲜 所以在这海边城市 肯定得多吃一点 把在德国吃不了的给补回来 所以我打算去看一看 我这人喜欢融入到那种 当地的生活当中 喜欢逛当地的那种 就是像超市啊 还有市场啊 不喜欢 其实我不喜欢到什么五星级酒店里头去 五星级酒店的话 其实全世界都差不多的 统一的嘛那种 就是每个地方的菜品可能不一样 每个厨师的口味不一样 但是五星级都差不多 就像五星级酒店都一样 所以呢我想就是吃一吃 他们本地的呀 自己买回来做呀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都可以做饭的呀 对吧 那我们为什么要煮有可以做饭的地方 那不就是想自己做一做露一手吗 对吧 这时候他们吃的是他们这里的味道 也尝过了对吧 我们想尝一下自己的口味 看看怎么样 自己做就做 还是想念果然那种海鲜味 看现在做到外头 昨天呢我们起来晚 结果很热就做不了了 看头顶上就是葡萄 葡萄都熟了 用个类型可以吃了 现在是中午12点22 妈呀这个紫外线强的要死 热的要命 天气其实气温不是很热 30度都不到 但是它你感觉就是真的不一样 要给你晒爆皮 还好我皮厚 大家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8月份7月份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你们最厉害的防晒霜 看看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去海鲜市场 海鲜市场其实就是卖鱼 我觉得鱼的种类比较多一点 其他的看看没也不知道 毕竟没去过吗 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我们决定开车 开车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噩梦 因为路太窄 而且都是上坡的 坡不是一般的坡 是很陡的坡 又窄又陡 关键是这地方车子里面看 车子还更多 停车不好停 我老公我们的车子又大 哎呦那更难停 这次跑路过去 我跟我老公讲走路过去 啊 比较金贵 他的腿啊比较金贵 走不动 最近爬梯子爬得太多了吧 哇呀停车不好停 停车不好停 哎呦 we can't get parking in there you see the people are parking no parking there 哦没有他们不可以停 我没有停在右边停 反正是死了 妈呀警察在那里 flip sign 地方是看到了卖蔬菜和菜市场那种的 但是停车现在是成问题啊 没地方停车呀 都跟他说了走路过来 我看现在已经绕一圈了 还没找到地方停呢 两边都警察 前面就是菜场 我们现在等过马路 车子太多了 老爷现在我们跳 他这里是不单单全是卖鱼的 什么都卖 什么都卖 cheese 你看他们这边 啥都有 就是菜场 外面是卖水果之类的 油都有的吗 他们这里有 我们在超市里买了一个咸的钥匙 他也有蘑菇 鸡蛋 水果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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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谢谢 买鱼 看他们这里的鱼 什么样子 只有两家卖鱼的 这个虾 这个是鱛鱼 这个鱼不知道 这个鱼太大了 我等会我也买这个虾 这种虾 我说这个鱼像我从河里头看到 他说不是的 这个是海鲁鱼 海鲁鱼 就不要了 那我们吃这个钓鱼 这个 一条 蜜蜂 再拼命的吃 我们又买了一点油桃 黄桃 买了一点葱 买了一颗西南花 一点点葱加4个黄桃 还有一颗西南花 6块8 现在我们走 这里他们是 这个是无花果 Hello Hello 现在我们回去了 妈呀 其实走走路 也就5分钟就能到 开车给走路多慢 咳得要死 我老公回来赶紧喝酒 我赶紧喝水 咳死我了 咳了一个 你看我的标志性咳 你看这个大窑放 咳死我了 现在我们出去到哪里 Where are we going 去山上 热真热真热 外头30分钟 热死了 我估计我到德国的时候 他们都以为我到非洲去了 现在真的是往山上走 已经感觉到气压了 山上往上面 就是从上往下看 真的感觉到挺不错的 有有有有有有有 售民说 越往上的话 路越窄 马尔齐链轮的 真厉害 超厉害 超厉害 山上 又还有马呢 我是斜铁马 现在已经是到不宰的路口 你看这个地方 卫生还是做得不好 大家都随意出门就垃圾 就是他们垃圾没有那么规范 下山车子还挺多的 一定要小心 这个拐弯还挺齐的 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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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路真的是很窄了 现在就是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突然前面冲铺一辆车来 看这个路是这样 妈呀 看这个 哎呦 吓死了 技术不好 千万别上来 we have to go right side I don't know 妈呀 往这走吗 here I want to check where is the view point 啊哈 这个地方平的这个地方是机场 很小哦 这就是它的内海 今天湿度还是还可以啊 湿度你看看的不是很清楚 这边 这边这些光秃秃的山河 很热 干的不得了 看这些草都黄掉了 就是因为太缺乏水了 雨下的很少这里 紫外线也很高 爱美的多差一点 不要在乎它油 防晒霜一定要涂 我是皮厚 没有几个级别能达到我这种皮厚的程度 所以呢大家不要学我 他说我已经够黑的了 也不怕再黑一点 对吧 哎呀我里妈 其实他这里居住的人还挺多的呢 你看那边也是啊 围绕着这个海边的 其实就是内海边 挺多的 山上居住的人特别少 其实你别看他哦 夏天这么热 冬天的时候这个海边还会下雪的 我都以为他不会下雪的 他冷起来也会下雪 到晚上的时候夏天啊 你像白天能有三十七八度 就是六月里头的时候 大福天的时候啊 他觉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能有四十度 但是他晚上温差比较大一点 像昨天热的要死 晚上就冷了 他太阳一下山你就觉得这个温度 骤然下降 就住在这个地方 从地图上看这个海壳小了 现实当中挺大的呢 这边有一个老的城堡 已经破旧不堪了 他们还用这种方法 你看就是防止敌人能爬上去 然后这个桥估计他也是可以拉起来的 石板现在变成石板做的 看他的岁月比较沧桑 城堡里头都没有王子 要挥姑娘干什么呢 他们都用这种青石头做的 这样子的1866年造的 现在里头都被人家涂鸦起来了 这里又是一个石台街 五花果树到处都是野的五花果 看上面他有日期的 哦1886年 上面这个地方1886 都被破坏掉了 我老公进去了 这个跟地道里头一样 很臭啊 吃喝拉撒都在下面里头 这拍恐怖片倒是挺好的 臭子了 恐怖 有一点点恐怖 我老公都说恐怖 看看看看 很脏 他们这里头很脏 有的杀掉了 有的杀掉了 在这里头杀了 就是 这一点就是不好 废旧了 我们离开这种恐怖的地方 真的有点像拍恐怖片 电影里头的 有时候要是住在这里 晚上咔嚓有声音出来 哎呦那里还有个狗呢 那里个狗吓我一跳 长得怎么跟熊一样呢 哎 这是狗吗 还是熊 刚才那个破旧的城堡 还好没进去 刚才看到那个 有点像狗 有点像熊 我老公说 哇 这是一条一匹狼嘛 我说怎么可能狼是黑色的呢 然后他一看 他相机拍了一下子 结果不是的 还好没进去 你说万一被疯狗给咬了 你说是不是得不偿失啊 哎呦那里头真恐怖 吓死人 千万不要进去 觉得感觉不好的地方 我们现在继续往山上去 走得更高 将会看得更远 妈呀 已经到山顶上了 这个地方真的很吓人 拐弯的地方很急 突然冒一辆车出来 吓死我了 我的小心症啊 吓死了 对 这地方还挺好看的 现在我们站在这个角度 好不好 这个角度怎么样 看看真的是到处都是山 真的是来了黑山 要看山吗 要看山吗 妈呀 真的是 哎呀 这外星太强了 看那边 现在这样子就看不到老城 老城区就看不到 老城区在哪呢 老城区在哪里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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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 这边 OK 在这边 过去就是 正好在那边 妈呀 之前那个 老城区看起来很高啊 那个 现在看起来好小啊 那边 我们在 一个 屋子房间 以前 我们在 那边 生了 老城区 里面 有些小的 窃子 高得不得了 现在又登上更高的地方了 看看 现在就看得更远了 老城在那边 前面就是老城 妈呀 看看 这边还有一个 这里也有 对那边是那边 这边是这边 对它黑山这个地方海还是挺多的 我看那边是大海真的大海 那边真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四周都是山 都是来开车一定要小心 你看这边被撞的 肯定都是出车祸的 你看那边都撞坏了 吓人吧 这地方它有的坡挺陡的 你看这个坡到这就很陡 你看 吓死个人 上面还我们还得往上走呢 看看我们已经快要到这一山顶了 最上面的山顶 妈呀 吓人了 也有很多疯狂的人也上来 那个点应该是的吧 有国旗吗 这个太陡了 你看这山啊 石头万一砸下来不得了 好多地方它都用网给拉起来了 免得碎石砸下来 你从上面砸下来也挺严重的呀 一下子把车子砸到窩子 一个洞 对吧 这石头真的很硬 看看看看山上还有别人 你看 有的地方挺宽的 有的地方好窄 现在我们要上去 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 岂上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 深山那种 光秃秃的深山 到了 到了 现在是大路大的 双向的还挺好的 现在到达山顶了 看看 看一看 上面有点凉色 看到很远的地方 那边就是真正的大海 上面的风还挺大的 就是这个路啊 看看 有人喜欢这种山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 我们家我爸喜欢 等会估计还得要原路返回 我坐在山上一直冒汗 现在你们能看出来就是 高山上面吗 看不出来 只要不妨下面看就还好 竟然这个地方有人住 妈呀 你在吃一顿饭得多不容易 买一趟东西真的是 赶得上半年买一次了吧 真的 上来就不想下去 下去都不想不想上来 真的是 住在这山山老年里头 都没有水 万一停电的人家不会给你来修 我觉得很恐怖 你看这上面还有塔 妈呀 这个山上这上面为什么一层白的呢 人家回去了 我们还要往前走 你们喜欢上山吗 左一座右一座 群山绵绵 山上真的植被跟山下不一样 其实上面一点都不热 但这种紫外线很恐怖的 你感觉不到热 但是它已经灼伤了你的皮肤 就像奥地利有一个山上面 你可以看 在那顶上面 可以登上去的 那边很冷 因为山上有积雪 但是紫外线很强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公园吧 应该是 两块钱一位 我们在背后 可以改变 谢谢 谢谢 三公里 到最后 有一个餐厅 可以在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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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步 到最高 461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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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如果你想要进入 可以在餐厅 可以在餐厅 可以花5元 OK 可以在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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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谢谢 谢谢 461步 我听到台阶 我的腿都软 OK 4 2元 两块钱一张票 还挺好的 他说里头有餐厅 餐厅停车是免费的 如果你想进到里面去 是什么呢 还要付5块钱一个人 什么东西的 不知道 现在就带到看山顶上 National Park 2EUR 是OK for National Park 嗯嗯 这个就是National Park 自然公园 太National了 太自然了 什么都没有改变 哎呦 我的妈呀 这个就真的是 让我想起来到美国 前天旅游的时候 我们也是到National Park 妈呀全是石头 哎呀笑死我了 我说那德国的话 那整个国家都得封起来 进入德国就得要收费 因为都是National Park 哎呦妈呀真的 这个National Park 有点那个 又感觉有点世界的尽头一样 这是一个石灵 有点像石灵一样的 对 有没有大家去过张家界 right 对 张家界 然后 哎呦呦呦呦呦呦 有石灵 我们去过 云南 云南 大理吗 在大理吧 在大里有个石灵 我老公还记得 那个石头正在七星怪照 现在就看见车子比较多 我们要继续上去 有很多人 我们现在已经到山上面了 找个地方停车 冷死了 我要穿外套了 看在最高的山顶上 这么多楼梯 要去爬 山上凉着我是穿的外套 不怕冷的 皮厚的就不用穿 现在我们必须要爬上去 现在站在上面 我妈呀 真的是到处都是山 你看那边全都是山 好像都看不见人居住 人家都下了去了 看这边 还有好多楼梯要走呢 看还继续往上走 我家屋外已经上去 到时候就不上去了 再往上上的话是一个人是5块钱 所以呢我们不打算上去了 这都是楼梯 一共是641个台阶 有神秘命啊 台阶哪地方不好走 我说那我们不去了 这不是花钱找罪手吗 所以我们要下去 看这个地方 这里真的都是山 在我老家江苏 我真的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的山 我第一次见到山 还是在2001年的时候 见到的 到无锡 才见过无锡的西山 之前都没有见到山 第一次见到山 好开心啊 好兴奋 很好奇 就想爬山 后来呢 山看了多了 因为我前夫是东北的 他们那里也很多的山 但是他那里的山呢 跟这山不一样 这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 他们的山都是有松树啊 什么的 春天的时候 就是5月份 我们可以上山采菊菜 也可以 也可以采一点木耳啊 还有蘑菇 其他的 也没什么了 最开心的 还是喜欢跟他们采菊菜 他们都喜欢把我带着 他们家里头人 他们村上人 都喜欢把我带着 跟他们去采菊菜 采菊菜卖钱 那时候好像一块一斤 一采一天 采的钥匙 十块钱都卖不到 开心的钥匙 一天卖五块钱 老开心的那时候 然后有的时候 上地里头 跟他们捡黄豆 黄豆 东北产大豆嘛 采那个黄豆 地上就是碾压的 好多掉下来的 我就带个口袋 一边带我女儿 我女儿在 在那个车子里头 然后呢 有的时候在地上爬 爬的浑身都是灰呀 因为东北很干嘛 然后那个马路上面 就是都是 不是像水利路 都是土路 然后结果干啊 然后结果压了压去了 就变成 就是泥面那种的 我女儿就在里头打滚 到家挥不辣机的 就为了捡 差不多一两斤的黄豆 那时候也觉得很开心 现在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 像以前那样子 那时候的满足 真的是很简单 随着年龄增长 你要的就越来越多 还是保持一定的天真 还有你的 不要总是不满足 知足者常乐嘛 现在看见这边有餐厅了 不知道要不要 进去喝两杯 价格不知道怎么样 走这个楼梯要小心一点 一不小心 一失足就变成千古恨了 我老公说哪边 是这边 这边还是哪边 是阿尔巴尼亚了 已经是 现在我们原路返回 找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一家餐厅 差不多快20分钟才能到那个地方 在那边喝酒 老公说这上面喝酒太冷了 我说你滑雪都能喝啤酒 你都不觉得冷 他说因为我穿的多 我说大哥现在是夏天 他都觉得冷 现在我们下山了 刚才站到最高的地方有1510米高 所以很冷 下去了 现在就这个感觉到气压 就是耳朵 我一直要有点 就是脏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耳鸣那种感觉 很难受 一直要用打哈记把它排出去 马上这么好开的路就要结束了 没有这种双向的 就窄窄的那种 哎呀 那种很可怕 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诡异的山洞 看这个洞 洞里头有神仙吗 你小心啊 这里 careful driving 等会还过一个小隧道 zip line goes to here 对对对 这个地方他有一条线 看到没有 当时人是从对面那边爬过来的 我说这些人胆子真大给我 都吓死了我 我们到前面一家的那个餐厅那里去 就是这家餐厅 在外头还挺好看的呢 吃饭的人也挺多的 我们找个地方停车 看就是这家餐厅 没人 没人你得给我们优惠吧 但是这里头人挺多的 我想parking there 停车 这边还有人在工作呢 你看弄的 这样子慢慢慢慢弄 原来吃饭人都躲到下头 上头没人 我们也下去 吃点东西喝点东西 今天晚上自己在家烧饭 买的虾鱼 还有一个西南花 很漂亮的 好漂亮 到这家餐厅了 可以吃东西的 然后看看价格是不是也很好 好算呢 Espresso浓缩咖啡 他只要 这个价格挺高的 Espresso只要一块钱 你看 Espresso 很便宜 现在坐在这就可以看到那里 这里的风景真的很棒 那边 是这样 看看这个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看看我们这边 人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这边是举行婚礼的 哇 非常漂亮 我要点的咖啡来了 他都不知道怎么叼花吧 在这啥呀 我老公喝的是迷你啤酒 太小了 应该说一下多少多少多少 等了半天 这个肉才来 妈呀 这个肉有点像 凉拌牛肉 帅哥也说了 谢谢你们等啊 不好意思啊 等到急死了 这个肉好硬啊 就这么几片 切切很快的吧 半多小时 估计已经把我们忘掉了 现在呢 咬不动的牛肉 总算吃完了 我实在咬不动 塞牙 我牙够好的 都塞不动 搅不动 刷牙 我说这是老黄牛吧 我老公已经喝了第二杯 小啤酒 迷你小啤酒 现在呢 我们马上就吃完 就付完钱就准备回去了 因为现在已经5点34分了 别不早了 天气呢 太阳一落三就开始变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就订阅点赞 按一下小铃铛吧 咱们明天见 拜拜